世间最难的工作大概有这么三件,把别人的钱装进自己的口袋里,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脑子里。 对了,还有做苹果的CEO,不巧,Tim Cook,正同时做着这三份工作,作为苹果公司的CEO,他的任何决策,都可能牵扯到一般用户的生活方式,影响到行业产业链,赖至技术文明的进程,而这背后还交织着地缘政治,文化差异,环境于克制,隐私权利等公共议题。 他必须在华尔街和更普世的价值中做出平衡,然而,统领苹果七年,这三件事他做得都不错,苹果做稳了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宝座,市值突破了一万亿,iPhone获得了全球智能手机九成的利润,在卖出的十亿部iPhone中,87%来自他的时代。 而,苹果这家硅谷公司,念意他倡导的多元价值,他恪守的商业道德,成为一个价值观鲜明的公司。 在发布会结束后,我在乔布斯剧院的后台,见到了Tim Cook,并与他进行了15分钟的对话。 从他的回答中,你可以看到一家影响全球的大公司,在全核全球市场和习惯利益上的思考,他如何理解中国市场,如何看待未来技术走向。 iPhone的iPhoneR,2014年之前,苹果每年都只发布一款iPhone,到后来推出大小尺寸两款iPhone,再到如今同时发布三个尺寸的iPhone。 文是什么市场环境,让苹果做出这样的改变。 Tim Cook,消费者特别是中国消费者,对智能手机有种种需求,比如中国用户偏爱大屏幕的智能手机,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,我们希望吸引尽可能多的人,所以我们需要花费心思,比如把手机屏幕做得更大。 正如今天发布的6.5英寸,达在超级视网膜屏幕的iPhone XS Max。 当然,芯片的重要性,也是不能被低估的,芯片不仅仅要很多功能得以实现,未来开发者也可以发挥出芯片更好的价值。 我们掌握了领先优势,可以提供给中国用户,他们喜欢的功能,比如更好用的Face ID,更好用的人想拍照,谁能想到你在拍完照片之后,还可以控制照片的景深呢? 我们希望给大家提供不同的选择,不同的价格时间,但是相同的功能和底层的技术,其实是相同的。 iPhone XR,中国市场很特别,中国消费者也有很多特别的需求,比如自动美颜,双踏双带,双开微信。 你如何看待这个,仅次于美国文图的第二大市场?作为一家服务全球的科技公司,苹果如何平衡细分的市场需求? 哪些功能会满足?哪些会在考虑之外? TwinBook,这个问题很好,有些需求其实是举是截然的。 比如大家都希望手机能搭载最强大的芯片,大家都喜欢取取如生的超级视网膜屏幕,大家都喜欢使用自己的面容作为密码,大家都想拍出更漂亮的人像照片。 但正如你所说,市场上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差异,我们正是从中国市场上认识到双喊双带的重要性,于是我们把它引进来,思考如何把它提供给每一个人。 中国用户喜欢双喊双带的理由,其实也是用于很多其他国家,只是这些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 我们在中国拥有非常大用户群体,中国的开发者也有将近200万人,所以我们如此贴近中国市场去了解真正的差异是什么? 我们非常乐意做出改变,去完善那些我们还没有想到的功能。 iPhone也iPhone而双喊双带之外,你还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哪些特殊性? 你如何理解这些特殊需求的存在?有什么启发? Tim Cook 我们看到的另一个例子是二维码,二维码在中国的重要性,远超其他任何地方,所以我们提供了更简单使用二维码的功能。 其实在很多情况下,我们都会把这些功能带到全球,包括你现在看到了的双塔双大,二维码,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,中国成长的步伐实在太快了,中国消费者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。 中国没有经历所谓的桌面互联网的阶段,而是直接拥抱了移动互联网,因此中国消费者的思维力并没有桌面互联网时代的那些包袱,这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移动支付战流算如此之高。 其他一些国家的移动支付近称就缓慢许多,其实他们只是没有更多的尝试而已。 所以,我认为这个世界,有很多可以向中国学习的地方。 苹果作为世界的一部分,我们有理由去关注消费者的需求。 iPhone也爱饭而,因为iPhone的支持,AR行业在过去一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,苹果的路线看似很清晰,闲见力能够开发出AR内容的底层工具。 在构筑软件生态,我们不聊硬件那么遥远的事,关于AR与智能手机,结合有什么杀手机的服务。 AR地图会是Next Big Thing吗? Tim Cook啊? 还处于很早的阶段,但我相信它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技术。 它影响的不仅仅是智能手机,还包括我们生活中的其他设备,AR可以丰富我们之间的对话。 它可以提供对话,设计的一些虚拟元素,比如盘级的事物,地理位置等等。 很多应用已经涌现出来了,有些东西还需要进一步完善。 但正如你所说,苹果最重要的事情,是支持开发者社区。 这件事之所以重要,是因为苹果的创新来自数百万人,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见证。 如果你赋予人们权利,并为他们制造工具,他们将创造出你前所未建的东西。 我们的工具也在快速迭代,大概一年前,我们推出了第一代Archid,很快它升级到1.5代,进而到现在的2.0,体现在AR游戏上。 就是你可以从单人的游戏世界进入到多人的AR世界,正如今天发布会上,你看到的演示,但AR远远不只是游戏,游戏只是AR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 如果你想从万物中看到未来,我的建议是观察开发者社区,你很快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棒的东西被发明出来。